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一热司机,CP小编 8月要到了,现在就再上大家来看一看 8月有哪些有趣的游戏吧 除了重量级大作《激战傭兵6》《境界天火》之外 还有些比较小众的独立游戏 当然也为各位玩家准备了几款好康 就记得看到最后咯 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Let's go! 玩游戏 首先是在直播现场中 放入人与熊爱的鼓掌片段 而一炮而红的博德之门3 这是一款主打自由开放剧情的策略游戏 有点像龙与地下城的玩法 主要就是只骰子移动不同角色 发动技能攻击敌人 因为故事背景设在了魔幻中世纪 所以能看到像是精灵、德鲁伊、魔法师、骑士等等 都是各种会出现在魔幻小说的角色 而且最夸张的是 游戏所主打的自由开放玩法 玩家都是以自己创造的角色为主轴 出写属于自己的冒险故事 甚至有一万多种结局让你解锁 而且无论是什么身体部位都可以调大小 游戏有各种恋情让玩家选择 可以南散加南、百合齐放、跨越种族、跨越物种 只要是你想到的,在游戏中都能实现 游戏在推出厄力XX阶段时 就已经获得许多玩家的好评 再搭配上人与熊的片段 让游戏云山大造 而正式版将在8月3日登陆PC平台 而PS5则是要等到9月6日 如果喜欢魔幻开放世界的玩家 可以考虑看看哦 有情破坏游戏又来啦 Moving Out也推出第二代了 玩法就是要合力将屋内的所有家具 给搬到货车上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加上朋友或其他玩家时 瞬间就成为了灾难现场 玩家将扮演一位搬家工人 与其他玩家一同协力把物质给拆了 是把物质给整理干净啦 将需要的家具给搬到货车上 游戏强难注重团队合作 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搬家任务 又快完成分数也会越高 越来搞不清楚状况的玩家 真的会很火大 而且还支持线上联机 小心别气的高血压哦 游戏会在8月16日登上Switch PS Xbox 和PC平台 想看你和朋友之间友谊的小船 会不会说翻就翻呢 那就来尝试这款游戏吧 HoloLife粉丝有福乐 UK有大佬制作的2D弹幕游戏 HoloCure 将于8月17日在Steam平台免费推出啦 玩家能在游戏中操作HoloLife的VTuber来作战 如果有玩过Vampire Survivor 相信这种玩法一定不陌生了吧 就是一款2D刷刷游戏 必须想办法生存到最后 在战斗时也能获得不同的技能 和各种物品来提升自己 提高自己的存活率 这次推出在Steam的版本 还增加了像是家园系统的HoloHouse 能进行种植 养宠物 处犯和设置自己的小屋 还有钓鱼小游戏 各位滴滴还在等什么 到时就选上自己的推来战斗吧 有玩过Day by Daylight的玩家 一定知道皮脸是谁了吧 而他也将要推出自己为主角的游戏啦 它就是The Tesser Chainsaw Massacre 是一款非对称竞技生存恐怖游戏 简单来说就和DVD差不多 玩家将分成杀手或者受害者 不同在于的是 游戏里会有三名杀手对抗四名受害者 而受害者必须想办法逃出他们的魔爪 皮脸将在8月19日杀到PS Xbox和PC平台 喜欢经典恐怖电影的玩家 就举上朋友一起来对抗杀手吧 接下来介绍的是EA全新作品 Emotive Awareness 一款主打第一人称魔法射击的游戏 而说到FPS游戏 那么理所当然的 战斗肯定是本作的一大卖点 作为市场上少数的魔法FPS游戏 本作的战斗有点类似于DOOM Internal 玩家要做的是在游戏中 快速穿梭并以魔法击败敌人 而魔法主要分为了三种 像手枪的蓝魔法 像散弹枪的红魔法 像突击步枪的绿魔法等等 游戏中的魔法不只是可以攻击而已 玩家还可以施展防御控制等魔法 例如能够减少敌人伤害的护盾魔法 还有能施展魔法 拉近与敌人的距离等等 游戏将在8月22日灯斗PS5 Xbox Series S和S 以及PC 到时就放下手上的箱 用魔法来对战吧 说到8月最希腊的游戏 当然就是激战傭兵6啦 看到大大Form Software的名字 就知道这次稳了 让玩家苦苦等了10年的续作 这次绝对不会让玩家失望 激战傭兵6主打就是难伦的浪漫 玩家需要组件属于自己的机甲 到战场上与其他机甲进行激烈碰撞 而游戏重点聚焦在了机甲自定义和BOSS战 玩家需要对应不同的情况 搭配出最合适的装备 而且场景都是史诗级的 有像是沙尘暴和下雪的场景 还融合了各种工业风的建筑物 为冰冷的场景增添了一股色彩 小编最近也出了一部 比较详细的试玩性的影片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点开来看看哦 游戏将在8月25日登陆PS Xbox和PC平台 到时就搭上机甲 来一场激烈的机甲对战吧 接着是由Invader Studio打造的 Dame1994 Sand Castle 将在8月30日登陆Switch PS Xbox和PC 也许很多玩家都对这个作品和工作时感到陌生 但这次推出的其实是续作 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Dame1998 另外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款与Resident Evil有点相似 其实在开发上在更早之前 就以粉丝的身份重置了Resident Evil 而R12启发了他们制作这款新游戏 所以能在许多地方看到相似之处 像是故事情节 以及也采用了第三人称涉及 喜欢Resident Evil的玩家 能尝试下这款游戏哦 看完了恐怖的游戏 接着来看个轻松有趣的吧 Sea of Star 同样是在8月30日登陆Switch PS Export和PC平台 这是一款向经典致敬的 回合制角色扮演游戏 有着回合制和像素风格的美术 有点类似于圣剑传说马纳传奇 而且还请到了光田康典来担任音乐制作人 曾制作过经典JRPG Zacknote Gear和时空之药的音乐 可以感觉到满满的情怀 当然除了怀旧是不够的 游戏机制上也做了改变 不像是以前那种踩雷式欲怪了 而是换成了及时欲敌 如果你的小编都是喜欢这种怀旧风格的话 可以尝试看这款游戏哦 接着这款是多人合作游戏 由Just4Game推出的 How to Escape 是款合作解谜游戏 相信有玩过Operation Tango 或者Viewerhead系列的玩家 对这种类型的游戏一定不陌生了吧 不过不同在于 命玩家需要使用主机或者PC游玩 另一位则是要用手机来给予提示帮助解谜 主要就是使用主机或者PC的玩家 会被锁在一间又一间的密室中 而使用手机的玩家 就要给出提示帮助解谜啦 像是密码的图案和各种号码等等 游戏会在8月31日 RTW, Switch, PS, Xbox和PC平台 就希望到时玩家不要玩到吵架啦 除了说只要胆子大 女鬼拿产架 Seven Knight Ghost 是一款暖心的恐怖游戏 玩家在一间闹鬼的房子中入住 虽然鬼魂并不会伤害玩家 但有时会搞恶作剧 玩家有时会被女鬼攻击 但有时也会一起弹心 并和平度过这七天的时光 虽然说是恐怖游戏 但这个女鬼也太可爱了吧 游戏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冒险方式 玩家必须完成各种任务以便生存 而解决问题与任务后 就可以跟女鬼进行互动 来缩短之间的距离啦 游戏降于8月31日在Steam平台发售 究竟到最后主角和女鬼之间 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关系呢 就让我们看下去 各位乘客到站啦 以上就是我们的8月游戏推荐 要说8月大作 虽然只有那几款 不过还是有很多独立 或者粉丝项的游戏 如果我们有乐而拿几款游戏的话 玩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荐哦 如果要小编在8月选一款游戏的话 当然就是机甲傭兵6啦 作为男人的浪漫 就是要开着自己打造的机甲到战场上 体会当一把新人类的感觉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咯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啦 这里是CP小编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